压轴登场 南山高中是靠着遍地开花的攻势 彻底轰溃对手 中场以72比55赢球 也写下对史上第六度登顶的记录 时间已经到了 已经把红色彩带都要抛下来了 光赢能了17分 南山高中头号总指实力 为自己拿回第六座冠军杯 执这一战赢得不轻松 这球给到左路上去 爱了一记大麻辣过 就算一开场南山高中连续少了 能能加上好几个火锅 但第二集一开始 南山双塔失忆的队长杨兴士 就因为抢篮板而受伤 此时南山气势一度下滑 能能趁胜追击追平失分 但好日子不多 南山双塔威力再发光 能能不断遭到压迫 不只进趋势里头不进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连中线也不准 这个球啊 哎呀 他都没有进 梁青智 点一步上去 他百个分 能能最后隐恨吞下败迹 而南山的卷土 重来也再度向外界证明 自己才是HBL最难跨越的一座山 东西文蔡玉玲 林葵志在台北报导 这个时间就